电影《红门宴》在经历了拍摄延期 导演《换人》等风波之后 4月7号 星光国际年度剧线《红门宴》 在北京举行了开机发布会 导演李仁港 携主演黎明、卢亦飞、张涵宇、陈小春、贾青出席 这五人在片中分别扮演刘邦、于姬、张良、樊快和女杀手 现场主办方还特意精心制作了一段VCR 从这段VCR中 不难看出导演李仁港对于这部电影百分之百的信息 一段VCR中身传播剧一般的信息 这些人有一些神奇心殿任何人 在其中的禁止 一本来自然的关系 这些官员 第百戒 以国之战 此次的《鸿门燕》中 黎明将扮演刘邦 他表示 接下这个角色 其实自己并没有太大的压力 而且早在拍摄电影《梅来坊》时 黎明就一直在练习霸王别姬选段 但《鸿门燕》中的故事 却与他之前了解到的有所出入 就连戏中 黎明扮演刘邦的造型 也有些惊人 我身边的朋友跟我说 刘邦是一个很坏的坏蛋 他说你也坏蛋不错 你跟我这么说 而且我给我的造型照 有一些照片 给我的朋友看 看过 他有一张认识出来试过 有一张认识出来试过 有一张认识出来试过 他说这个坏蛋是谁来的 我那是我 他试过 那不错我认不出来 挺好玩的 现场 刘邦飞身着白色露背裙 大出风头 而此次 要想在《鸿门燕》 这样一部男人戏中 展露锋芒 刘邦飞在现场 也表达了自己 想要演好余迹的信心 我觉得他们都是年纪派的 这个业人 然后导演是一个 我觉得有很独特思想的 一个导演 然后他对这个剧本 非常的热爱 所以我觉得 主创的一个热情 还有本身这个戏的魅力 我觉得是蛮值得投入的 也蛮有信心的 奇异娱乐 北京法道